Z師的興趣大概是多少 大概有在三十萬以上 會價值大概是十五到二十的左右 開始起跳 Official 的講法是 我們出去上廁所就要請一個空服人 就請來坐 可是因為之前有一個飛行員 他去上廁所 然後另外一飛行員就把架子上鎖死 然後他就讓這幾個飛機 就出來就出事 所以他們現在就確保說 架子上裡面不可以只有一個人 那這個新聞出來之後呢 讓大家就決定說 好 飛行員如果有一個要出去的話 就要請一個空服人進去 至少有的可以把門打開 到了外站的飯店之後 晚上會有主人半夜敲門 要被超過嗎 我也會 就被超過 還有人會打電話 你還知道幹嘛 我的熱水壞掉 我可不可以去你的房間 這當然是要打給櫃台啊 打給你幹嘛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 號稱台灣航空業界第一帥的機長 你知道這個稱號嗎 你應該少來了你必知道 知道我決定 機長他有分很多的等級 有分什麼等級 幫我們講一下 我沒有分副駕駛 資深副駕駛 然後還有鎮駕駛 你是 鎮駕駛 就是最大的那個 對 你是鎮駛駛駛的老闆 你要不要講他年紀 年紀可以長嗎 我年紀可以長 但我現在已經 我現在還沒買40啦 還沒買30 在美國真的看不到40以下的機長 而且是機長喔 不是First Officer 你非得接近是什麼 我是七七 今天就是要做一機航空業的QA 在網路上面搜集到最常多的問題 有一些大家對機長的一些問題 比較正規的 當然也有一些外親有發的問題 你準備好了嗎 都吧 都吧 第一題 如何考取成為一位機師 需要念什麼科系才可以成為一位機師嗎 天行員的話有分資訊跟培訊 那資訊的話就是你要自己先來美國 或去澳洲去學費 價位大概就是應該要到200到300萬 左右 這是你自己必須要投資自己的錢 那學完之後呢 你會有這個機會回到台灣的航空公司 來做應徵 那不見得會上 多數的人會選擇用培訓 你就什麼經驗都不需要有 你只要會講英文就好 所以我在這邊可以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想要走這一行 不管是空服員還是飛行員的話 一定要把英文弄好 那剩下的呢 基本上就是你在公司應徵的時候 他會問你大大小小 各式都有不同的問題 但那種問題 我在想大概高中程度 到大學程度的 武力化學 跟英文數學 應該就可以 但英文如果你越好 當然是越加分 還有一些什麼 性向的測驗 包含是你的IQ 你的EQ 跟你的一些 抗壓性的一些不同的評量 認為你到底是不是有 潛在的機會 可以投資在你身上 你是公司花這兩三百萬 放在你身上嗎 然後讓你去培訓 甚至你在美國的學費 你在授訓的過程當中 你還是有薪水可以拿 只是不高文 你剛剛其實回答了蠻多 大家很好奇的問題 就英文程度要多嗎 英文程度 我們好像標準 多億的標準好像是六百分 但是如果你八百分以下 那個你就會直接拿掉 不成的規定 那當然是看你今天這一個公司 它一下子收多少的履歷 有年紀的限制嗎 培訓的話 我記得好像在三十歲以前 如果我是三十歲以後 我是自己在外面先學好 拍了我 然後還是可以來 還是有機會 但就像我講 現在的航空公司 它比較不相信 美國或者是澳洲 訓練出來的飛行員 他們的飛行的觀念 跟飛行的重視 縱密的程度 不符合航空公司的要求 所以現在航空公司 多數會比較期待 就是我從小就幫你訓練 然後從零開始 都是由我的Philosophy 我的整個公司的Philosophy 來灌輸在你身上 才完成一個好的飛行員 近視可以嗎 欸 近視可以 我們只要矫正 那為什麼戴眼鏡 我... 因為最近動了雷射 哈哈哈哈 其實太掃濕了吧 臉真的有點黃了 但是就是假裝 這是gay派的感覺 不是為了上節目 想要假裝很有學問的感覺 也有 所以近視可以嗎 近視可以 只要你矫正過後 有一點你就可以 戴眼鏡跟雷射 戴眼鏡都不夠 成為機師的條件跟特質 我覺得要有抗壓性 你必須要能夠 在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要能夠知道怎麼去 怎麼去排行 對 就是你要怎麼去把順序 放第一 一二三四位 當飛行員不是像大家想的 一些一個自動這樣子 我們一個同一個時間 需要看 也需要聽 也需要處理很多的事情 不是大家想像的這麼多嗎 我們之前在吃早午餐的時候 我說 記者應該聽說 騎隊跟他們有時候很麻煩 騎飛之後就是autopilot 命的說 沒有 我們不是 就要跟航管聯繫 Programming 我們的整個飛行的東西 然後我們要去 要求能不能夠detour 就是能夠繞路 調整速度 調整高度的話 甚至是我們要讓 confident 因為confident是看不到 前面發生什麼事情 那他們在service 這上面 需要做一些調整 你要怎麼去 排二台這件事情 就非常的重要 不是那麼容易 Z師的興趣 大概是多少錢呢 先說你的 就是最大的captain 大概有在30萬以上 30萬以上 那剛剛晚上跟中餐 你們怎麼沒有吃飯 哈哈哈哈 開玩笑 來者是客當然說 我們負責 美國的話就會高 是我現在大概2倍到3倍 但當然 60起跳 但因為生活費太高了 所以 那你們會依照年資 每一年都會越來越多 你們也會 所以 最少就是37條 對 大家是不是要趕快去考 先把一門念考大家 那你們是正駕駛 副駕駛就 好 副駕駛呢 副駕駛大概是15到20隻左右 開始起跳 工作上有什麼禁忌 醫務人員的話 他們就會說 醫院裡面 他們不能吃鳳梨 因為會越來越旺 人就會越來越多來 這個人有說 是不是機長的不能吃醉雞 或是有些什麼任何的禁忌 醉雞就是因為 它是Airplane Crush的諧音 所以我們不會有 但是我們就變 把它變成酒釀雞就可以 就說 我們今天我們吃的這個是 酒釀雞 酒釀雞 但是一樣的東西 對對對 但我們的確有那個禁忌 是我跟副駕駛 不能吃同一個食物 服務商務商的話 通常都要負責機長的餐 他們的餐呢 有兩個 一定是不能一樣的主張 就是其實會怕 如果假設不小心有食物重點的話 不要兩個飛群 有食物重點 要飛群 要跟飛群 對 我們的畫 不太適合帶額環 我們的氧氣面照 跟客人的氧氣面 就不一樣 它的氧氣面照是那個Stripe 就是繩子 你要直接套 我們的飾管子是有充氣 就是裡面會有氣體 是縮放的 因為它是有膏壓 它怕我們在 吃壓的時候 那個氧氣可以直接灌到我們的肺臉 所以其實 所有人都可以 短暫的 不小心 可能昏迷一下下 我們是不行的 所以那個重器 它會怕真的戳破 所以也不太 沒有太適合 這個我不知道耶 剛剛的那一些呢 就是比較正規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些 外星人吧的問題 真的很好 到了外站的飯店之後 晚上會有主人半夜敲門嗎 那你剛剛說不同的飯店 那怎麼敲門 對 不同的飯店當然就敲不了 那如果從一個飯店呢 同一個飯店的話 那當然就有機會 怎麼敲 你有被敲過嗎 我也有被 就被敲過 男生還女生啊 女生 女生 女生他 OK 那敲門之後呢 敲門之後我就裝 就裝睡著 什麼意思 你就沒有去回他 你就沒有去回他 你怎麼知道是誰敲的 我當然可以從陰眼看上 為什麼他說緊急事件 有一個軟體啦 他是可以組員之間 那一個航班的 對對對 他可以互相的聯繫 但通常有 應該說是那一般的person 會來跟我講話 不是他個人自己跑來 我也有聽過 我們去敲人家的門 導致那個空腹員 非常的不舒服 又鬧得不是很好看 所以不是只有我們 空腹回潮 機長們也回潮 當然啊 畢竟你到了外站 你發什麼事都不會有人知道 對 看個人的那個 對 看個人的 就是 就是你知道 whatever happened in Vegas Stay in Vegas的概念 不是只有Vegas嗎 到處都可以 對 到處都是Vegas 還有人會打電話 打電話幹嘛 我的熱水壞掉了 我可不可以去你的房間 那當然是要打給櫃台啊 打給你幹嘛啊 那打給櫃台吧 我有遇到過這樣 有變焉獄過嗎 有變焉獄過 欸 一定有花 一定有花 因為他是做商務商的客人 我們飛行員用的廁所 跟商務商用的廁所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在那個廁所碰到那個女生 碰了好幾次 好幾次 怎麼會好幾次 我剛好出來 他剛好就在門空 我們不是那種Boring Pass嗎 他的Boring Pass 他上面就會寫 他就寫 給剛剛偶遇的那個飛行員 就剛好先認識你 但沒有Vue 因為我認識啊 對 但他說 It was nice meeting you 然後 Vicky 然後他說 我是住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有這邊 有Lilber的話 這是我的Number 然後我們可以Hang out 飛到哪裡 我記得好像是飛新加坡 還是飛哪裡的 漂亮嗎 是男的 沒有 是你的 是女的 但是 但是 就 我來 我幫你回來 就很好 OK 真的可以邊開飛機 邊喝酒了嗎 然後跟空姐聊天嗎 然後點台 你可以點台嗎 應該這麼講 Official 的講法是 我們出去上廁所 就要請一個空姐來做 你要講說為什麼嗎 就是因為之前有一個飛行員 他去上廁所 只有兩個飛行員 其中一個飛行員去上廁所 然後另外一個飛行員 就把架子上鎖死 然後他就讓這個飛機 用出來就出事 所以他們現在就確保說 架子上裡面 不可以只有一個人 因為那個人 他知道怎麼把架子上翻鎖 他就用這個飛機 就做了很多很不好的 就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整家飛機都沒了 那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能讓大家就決定說 好 飛行員如果有位要出去的話 就要請一個空姐進去 至少有的可以把門打開 對 所以讓 之類的 至於能不能點台 我們當然不會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認識的 譬如說像我的機長 如果有認識的話 會說那找那個L4或是誰 所以可以指明說要找誰 對 通常是不會 但如果你真的有認識的話 你講其實也沒有人說什麼 因為我就是機長 有沒有跟空姐或空少談過戀愛 沒有 但有跟飛行員談過 還在一起嗎 沒有沒有 但是你覺得你推嗎 推陣嗎 推啊 那為什麼推 因為下一集也有他說 機長偏好跟主員在一起嗎 還是跟不同行業比較好 唱的新那一段跟機長的怎麼樣 很好啊 那我覺得很熟 就後來我覺得狀況不適合 私人的問題 對 私人的問題就分了 但我是很推的 因為有的時候我很累 但另外一半其實不知道 我到底在累什麼 所以像有的時候我回到家 我一歲就歲了 十二個相機 我們很多時候的疲勞 不是一般可以想像 也半人就是 欸 就是歐朵拍了嘛 然後就出去鬧來 就可以到時候玩 但其實真的沒那麼容易 同行的人就會知道說 我到底在累什麼 帶他飛哪裡 我現在想是非常好吃的 就是那個紅燈吃 跟可以XX的地方嗎 美國現在也可以XX 你可以到外面給XX 那我們不行 當地合法也不行 就算是當地合法 你在當地用 我們回來的話就會要解 你們也有那個 占過招要錢對不對 對 我們也有 你占過到台北之後 他就會surprise你 就說好 那等等你要去尿尿 會拿蛋糕嗎 上次 哈哈哈哈 拿蛋糕就看 Surprise Mission中了這樣子 他就給你一個content 然後就在 你要去尿尿的 我說蛤 檢測你有沒有 有沒有用一些 你不該用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都可以測得到嗎 他什麼時候抓你都不知道 以前也有聽說 他沒有監視器的時候 譬如說我跟你嘛 對 那我可能用一些時候 有可能會兩個人被抽起來 對 我們就是整個飛行都會 我們家好像空腹員沒有 你們不會吃點空腹員 我們好像沒有 你們不會 但是空腹員會 我們吃空腹員也會耶 酒廁全部都會 但是如果是要檢的話 然後只有這位潛上 就是飛行員 那空腹員就可以去XXX 所以 如果真的要 或者是空腹員有 我其實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 潛上是檢查是蠻輕快的 之前就是說 譬如說我跟你 我們被抽去要檢的時候 我們是兩個已經進去 所以我其實可以 請你幫我尿尿 然後分兩個就好 後來現在他們就是 會分開兩個地方 然後都有檢視器 所以你就是必須要自己進去 就是從荷蘭回去也會 從曼谷回去也會 然後從美國回去也會 我們在執行前 也有規定的時間是 你要喝酒其實可以 到外面可以喝 其實它有規定的 你報到的時間的前面幾個小時內 你不能喝酒的 現在這個法律 我們的公司也改 我像亞洲公司的房間也都改 以前我們是12個小時 到12個小時是 對 不能喝酒 但是因為很多人講12個小時 欸我超過這個限制 所以我可以大喝 所以Shot一直來 你的雷還是沒有辦法帶下藥 所以你在執行前 如果你有測的話 它是必須要百分之百的雷 多一點點都不行 就是直接是被拔掉 沒有任何的second chance